前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呢 是我们的启示 双手擎天 双手擎天的时候呢 注意看 我们席练的时候 在室外身体朝南 然后呢 正常目视前方 身体放松 在做的时候 我们的手要轻轻的从双腿间划过 然后目光呢 像我们的右侧这么旋转 最后呢 停到我们身体的左侧 也就是我们的东方 腿呢 是我们这套拳法 非常标志性的腿法 叫麒麟步 这个步法 我们在做的时候 注意看 正常的马步下来 然后呢 我需要一转 把我整个身体的重心呢 由最开始的中间变成靠后一些 前腿站30% 后腿呢 我们站70% 这样蹲下来 注意前腿的一个角度 不要把它蹲成这样 也不要把它蹲成呢 这样 争取 看 这样的一个角度 这个膝盖不要向外翻 要向内扣 这样做下来 这样的一个好处呢 非常的稳固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退 也可以进 非常考验我们双腿的一个力量感 当我们双手合住的时候 意思是什么呢 无论对方出前出掌 我都要有这种 把对方的出招给封住 架出去的一个感觉 所以呢 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一定要松 然后突然之间 整个的精神状态 马上就把它集中起来 踏 封住 这样呢 就是我们的双手青天的一个动作要领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大棚展翅 在做大棚展翅的动作的时候 转身 还是这个手呢 要这么轻轻的划开 然后呢 我们上步 当我们手上来翻手的同时 我们的目光也要 踏 转过来 这个手呢 要像大棚的这个翅膀一样啊 把它撑起来 一定要饱满有力 不要这样 一定要非常饱满 踏 把它撑起来 然后我们目光也是一定要随着这个手的一个变化 转过来 这样呢 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啊 注意脚 不要向上勾 这样把它 向下 把它撑住 大棚展翅 第三个动作呢 剥草寻舌 在我们做这个动作的结束的时候呢 我 向前迈步 然后这个手啊 合起来 拨开 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对方抓我 或者出拳打我的时候 我要把它 哎 那么撑开 撑开 它的中间的部分就空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办啊 出脚 碰 一踹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剥草寻舌 注意看 落地 然后撑开 踹 打 这个打呢 一定要干净利落 干净利落 马上把对方的手 封打出去 实战积极技巧呢 如果对方出拳过来打我的话 我可以怎么办 非常迅速的一个 封手 就把对方给攻击过去了 踏 出另一个拳也是一样的 无论对方出左拳出右拳 基础一个什么特点呢 向他身体的外侧去切 比如说出这边这个拳啊 先把这个手打过来 然后呢 这个手再把它捋过来 有一个牵拉的一个作用 然后砰 切过去 另一手也是一样啊 先把它引过来 然后这个手啊 再引 然后这个手去攻击对方的颈部 连起来练呢 就是 无论左右手啊 我们都要非常自然的 平时呢 我们也可以这么去练习啊 对方只要一出手啊 非常迅速的 只要一出手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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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